黄荣的下场有多屈辱 金庸 你看岳夫人被点穴后有多惨就懂了 《倚天屠龙记》虽然被金庸标榜为 射雕三部曲的完结篇 但细心的读者会发现 这一部著作倒像是在讲述另外一个故事 和杨过 小龙女以及郭靖 黄荣并没太大的关系 金庸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于是他用寥寥几字将郭靖 黄荣的结局一笔带过 书中是这么写的 祥阳城破之日 郭大侠夫妇与郭公破鲁同时殉难 狐龙刀不知下落 郭祖师当时身在西川 待赶去想要相救父母亲人 却已为时不及 此后的金庸开始耗费大量的笔墨 详细描写了张翠山和殷素素的爱恨纠葛 待主角张无忌练成九阳神功 去除了全民寒独之时 全书已经写了近一半 看到这不禁想问 金庸为何要跳过近百年的时间 让笔下的江湖世界 直接来到了动荡不安的元朝末年 金庸为何不将郭靖黄荣的后续故事展开来写 只要金庸愿意 以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以及妙闭生花的文采 势必能够乐出另一个精彩绝伦的江湖世界 有的人会说了 金庸没有续写神雕侠侣很简单 只因郭靖战死沙场 但反过来说 金庸也可以借着郭靖之死 很好的将这一位侠之大者临死前的悲壮展现出来 其精彩程度绝不亚于张翠山的故事 遗憾的是 金庸终究没有这么做 其实金庸之所以没有续写神雕侠侣 原因不在于郭靖 而在于黄荣 你看看岳夫人被点穴之后 有多惨就知道了 岳夫人是笑傲江湖里的人物 还因岳不群自攻恋剑 还因岳临山之死而失魂落魄 竟毫无防备地在客栈喝了一杯 被下了要的茶水 岳夫人昏迷之后 落入了魔教的手中 在岳夫人悠悠醒来之后 魔教众长老又给岳夫人点了穴 书中是这么写的 呼听葛长老笑道 岳不群年纪已经不小 他老婆居然还这么年轻貌美 杜长老笑道 相貌自然不错 年轻却不见得了 我瞧早四十出头了 葛兄若是有幸 带拿住了岳不群 秉明教主 便要了这婆娘如何 葛长老笑道 要了这婆娘 那可不敢 拿来玩玩 倒是不妨 葛长老笑得甚是猥亵 忍不住探头张望 只见这葛长老伸出手来 在岳夫人脸颊上凝了一把 岳夫人被点药穴 无法反抗 一声也不能出 苦于被点穴无法动弹 只能忍气吞胜 尽管岳夫人后来脱离了 魔教长老的魔爪 但岳夫人却选择了自禁而死 对于灵狐冲来说 岳夫人之所以以这样的方式离开 是因为岳不群的人性扭曲 以及岳灵山的香消玉云 但岳夫人可是身为 华山派掌门人的妻子 还有一个岳女侠的响亮称号 可她却落在魔教的手中 继而被魔教中人在言语 以及动作上侮辱了一番 这些因素夹杂在一起 最终让岳夫人选择了自枪而死 回过头来再看黄蓉 她和岳夫人一样 早就不是青春洋溢的美丽少女 但正如魔教长老所说的那样 岳夫人年纪不小 可相貌还是不错 这才有了猥亵岳夫人的后续举动 知道了岳夫人的遭遇 我们也能窥见黄蓉的结局 初读一天屠龙记的时候 是不是不明白一件事 即金庸为何要将郭靖写死 长大后才知道 金庸将郭写死也是迫不得已 首先 根据真实的历史 忽必烈的确率领了铁骑 攻破了襄阳城 最后统一了中原 建立了元朝 其次 郭靖的性格决定了 他绝不会弃城而走 而是秉持承载人在的信念 金庸只能顺势而为 将郭靖打造成了一个悲剧英雄 至于黄蓉 他的武功不如郭靖 无法做到力竭而死 随着黄蓉身边的蒙古士兵越为越多 他最终寡不敌众 被蒙古人所情 据史书记载 蒙古人攻破城池之后 都要烧杀乳略 对于容貌秀美的女子 蒙古人更是将她们 当成了战利品 从而胡作非为一番 好比郭靖 当年跟随成吉思汗 征讨花辣子魔的时候 金庸就曾借着郭靖的视角 向读者们展示了 蒙古铁骑的坚引乳略 襄阳城破之时 黄蓉虽然徐娘伴老 但和岳夫人一样 都是风韵犹存 加之蒙古人 既于襄阳城已久 又听闻黄蓉 是一个世间罕有的美人 因此在得知黄蓉背秦之后 会有多少蒙古士兵争嫌恐后 蜂拥而至 为的就是亲眼目睹 黄蓉的绝世风采 可想而知 落到蒙古铁子手中的 黄蓉下场有多屈辱 或许是出于这个原因 金庸只能将黄蓉的结局 一笔带过